都说少傅很勾魂 要我说小乌苏魅谷天成 要说车展哪个车磨最火 当然是小乌苏莫属了 车是什么车我愣是没看出来 拿起手机拍照的那一刻 是我对他最大的尊重 他有着高挑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和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每当他站在展台上 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而静止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能驾驭这样的人 只因为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参观车展 于是他梦想着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为车展上的一员 为了梦想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他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美女车磨 小乌苏乌作为一名车磨 自2023年3月入驻抖音 第一条视频就收获了1.6万点赞 2024年3月12日的深圳车展上 凭借一席黄色战袍迅速火爆出圈 陆续发布的作品中通过展示自身外在形象 而收获上百万粉丝 至今粉丝已经接近140万 车都是纯纯的铁遍地都是 还是美女有血有肉有养颜 她身着一袭连体长裙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网上很多家长说她动作轻挑 给孩子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而其他人看到的却是 她用自己的方式将汽车的美 展现给广大的观众 为爱车人士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为车展天资天才 毕竟 她也曾是爸爸妈妈捧在手心的小宝贝啊 奇瑞 你们说我卖车不会搞营销 只钻研技术 现在我开始搞营销了 你们又说尺度太大 要不 这车你们来卖